經營手工藝以及服飾業的安東尼 今年通過高雄市圓民業者甄選 得到圓民會協助 從客群分析品牌形象建立 開始擴大經營市場 劣勢的部分就是可能我們的品牌形象 有沒有非常的完整 或者是我們我們的商品的一個結構 有沒有有達到就是可以符合我們 再去做銷售 然後也可以提供我們足夠的一個收入 然後去繼續下一個新的創作 跟經營這樣子 圓民會表示今年有六家業者入選 食品 服飾 手工藝都有 分別來自都會區 山林 納馬下 桃園 希望請聽品牌故事 透過專業輔導員進行諮詢 找出品牌亮點 還是展授 就是在我們的門市 或是博二的門市 或是希望各大的活動 譬如說外國的來賓要我們的贈品 禮品 最好的伴手禮就是咖啡 我們透過中央支持的部件通路的計畫 然後找來專家 為他們的商品做輔導 做評估 打造出專屬他們的一個品牌 還有他們最適合他們的一個意象的logo 圓民會表示輔導原名業者產品轉型 也提供平台 讓在地商家可以銷售商品 雙方合作產生的化學效應 能擴大高雄原住民產業能監督 原則希望南部高雄市採訪報導 作詞跟監督 感谢观看